好,我们看一下这里,他说ABC3家知名的商店,他说B点位于A,A店晚C240公尺,好,在晚北120公尺处,什么意思,你看哦,他说B点在A店,B店位于A店,所以说以A店为基础, 所以说B店在哪,以A店为基础,晚C240公尺,晚C240公尺之后,再晚北120公尺,所以说先晚C240公尺,再晚北120公尺,好,这边一个B点是在这边的, 好,再来,而C点位于B,好,以B为中心的,所以C点会在哪,以B为中心,晚东180公尺,对不对,对哦,再加晚南,晚南40公尺, 所以说这边是在C,这样行不行,可不可以,可以哦,所以说你看清楚,再来一次哦,他说B点会以A点为基础,先晚C240公尺,再晚北120公尺, 那C点会以B点为基础,那C点会以B点为基础,晚东180公尺,再晚南40公尺,那求多少,求A和C的两点距离,可不可以,可以哦,其实这里很简单, 什么说,老师建议你哦,你直接去画一个,做一个垂直下来,这边自然而然是形成一个直角三好心的,可不可以,可以哦,那你观察一下, 这边是240公尺,这边180公尺,所以说这段是几公尺,60公尺,对不对,再来,这段是120,这段是40,所以说这段剩几公尺, 80公尺,这样行不行,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,我今天线段AC两点距离,等根号,直接把这60的平凡, 加上80的平凡,对不对,直接用什么,B式定理,把它算一下好不好,60的平凡是起,3600,这样行不行, 80的平凡是6400,所以说3600,加上6400,所以说加起来是根号多少,1万,这样行不行, 可不可以,可以哦,所以开出来,答案就是起,100,这样可不可以,可以哦,麻烦你把这题看一下, 看一下 看一下